这小子猛啊 大王是小做事的 跟那小子过两招 秦王迎四要和小兵魏冉单挑 于是张仪将配剑战炉递给了魏冉 用这把剑万万当心 向我发现 绝对不会算的保险 孤独 是不要伤到王上 随便不怕几番再卖个破斩 让大王开心 魏冉明白 于是魏冉大吼一声 用力的挥砍几剑 然后一个低扫腿 就将迎四打翻在地 迎四这个时候怒了 自己绝强地站了起来 就开始大骂魏冉 你这小子不讲武德 来偷来骗 来偷袭我这个四十岁的老头子 这一次魏冉放聪明了 把砍杀动作放慢 让迎四能够跟上来 还故意地迈出破绽 魏冉被干翻在地 这下子迎四高兴了 给了魏冉一拳 你小子懂事了 但是为何不穿铠甲呀 否则就不会生生地挨寡人一脚 迎击连忙邀功 他们都是现阵之师 在战场上要赤身肉搏 不夺敌营势不生还 迎四这是明白了 这就是战场上的死事啊 等到迎四走后 张仪把魏冉拉到了一边 让他解释一下 什么叫现阵之事 所谓现阵之事 开战之事 便冲杀在一起 不着亏奖 不毁敌营 不能生还 那你还去啊 魏冉是张仪的救命恩人 更是女朋友的弟弟 他答应女友 要给魏冉一个好功名 张仪苦口婆心地劝魏冉 你不用打仗 我也能给你走后门 让你荣华富贵 可是魏冉只想凭真本事吃饭 张仪还是不放心魏冉 表示我是相国 你做个文官不好吗 但魏冉曾经和山贼大姐说过 魏冉哈哈一笑 这不是张仪看上你了 让我牵线搭桥吗 相国那双小眼睛 老在姐姐身上转悠 这把山贼大姐弄得不好意思 所以张仪心疼魏冉 表示只要你点个头 我立马找迎吉 把你调到我身边 魏冉拒绝了 你这是在哪儿老带事 你懂吗 大声之事 玩的就得邂逅他 魏冉拜别了张仪 决心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接着迎四带着全家家眷 对三军将士发表讲话 现在俗称画大饼 现阵之势若出征 寡人亲送 现阵之势若凯全 寡人亲盈 这一番话 让全军将士热血沸腾 然后取酒为士兵壮行 来人 为我的勇士取酒 寡人要为大秦瑞士壮行 这一杯酒既是壮行酒 也是绝别酒 终尉 请国 拜托了 大王妃 谢王妃 于是迎四率领七妾 到士兵面前陪酒 小兄弟 保重 相公放心 你是主人 王妃 如何知道 你那个脖子上的结 打得跟我家乡的起伏结是一样的 其实魏冉是米王妃的亲弟弟 只不过魏冉没有相认 只因为他现在身份微微 他想建功立业之后再相认 老乡 你没事吧 魏冉只能假装没事 接着山贼大姐来了 魏冉才敢吐露心声 姐姐 那个王妃是我亲姐姐 山贼大姐微微一笑 是真的 恰在此时 迎四将酒碗摔碎 大军立刻转身 远征寒谷关 迎四正要给芈月扎真 不料两个儿子闯进来了 迎四立马就软了 连忙整理仪表 眼是尴尬 原来两兄弟听说寒谷关有战士 特来出谋划策 迎四训斥 二人为何闯进来 迎荡直言自己长得壮 可以替父王扎针和杀敌 你们如何杀敌 孩儿身子小 力气小 但可以为父王出谋划策 迎四憋着笑意善意地问 你们有何谋划策 秦国好不起 要让列国也好不起 秦国就胜了 迎四不仁打断他们天才的想法 耐着心思寻问道 如何能让他好不起 那就再想办法吧 迎四硬憋着笑意 让这两兄弟去咸阳城头上想 想好了派人来告诉我就可以了 诺 滚蛋 两人兴兴而走 迎四却捂着嘴哈哈大笑 接着继续和芈月扎针 两人扎针到天亮 而迎纪为了筹措君资 和哥哥赢荡 一起变卖芈月的首饰 这件事被老师给抓住了 老师看到学生为力士图 十分生气 逼迫学生交出所买财物 学生们认为私有财物 老师无权没收 不愿意给 老师就开始训斥学生 学堂是教书的地方 不是市井之地 快把你们的东西交出来 先生收缴之后 准备做何打算 复制一举 那就可惜了 老师一一开始收学生的首饰 像极了班主任 收我手机的模样 快 先生千万 万什么呀 都是你所为 一会儿我要重罚 先生为何罚我 不读圣贤书 只图伤骨之力 该不该罚你呀 先生 清慢伤骨 老师看到营迹敢降嘴 就要拿戒齿去打他 身为大哥的营荡 一把抓住老师的左手 为营迹求情 让他说完再打 好 营迹的一番话 让老师动容了 先把老爸赢四 放在最前面 我的秦王爸爸 曾经说过 我大秦能够强胜 是依靠秦军凶悍 如今秦国要东出 就需要依赖商人 把粮食皮革铜铁 运到秦国 商人养家复国 不可轻慢 学生搅乱学堂 不该 但也是为国奋勇 你如何奋勇啊 秦国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学生年幼 不能杀草报国 但是可以筹钱击 老师以为是别人教的 可小营迹却说 这是我有感而发 这一番话 让老师都服气了 这个我买 十足钱 我给你二十钱 好 然而到了晚上 迎祭就开始揍营迹了 但营迹一开口就解了围 父王 钱都在这 你拿去购买粮草资种吧 迎祭一笑 对营迹就越发地看好了 不愧我儿 明月得知儿子说赢了老师 又受到父王的宠爱 特别高兴地对儿子讲 想要什么礼物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都给你摘下来 说 要喝什么 不打我 一年 就这 永远都不打 但明月还是有些心疼首饰 问营迹都卖了啥首饰 有一个 娘带过的玉 什么玉啊 叼的是匹马 你把那块玉卖了 嗯 十株钱窝 十株钱 十株钱你就卖掉了 你可答应过我不许打我的 娘绝对不会打你的 娘要揍死你 娘娘救我 营迹一个剑步 飞奔到了王后的怀里 这一下明月不敢继续打了 接着就被王后教训了一顿 对待孩子不能打 要讲道理 不然孩子长大了 只会学着大人不讲道理 只动拳脚 明月也不敢多说话 只能转移注意力 姐姐要用餐了吧 好 稷儿 跟娘回去 营迹害怕挨打 直接躲在王后的怀里 这让明月傻眼了 大娘好 比我娘好 明月的心里都气炸了 碍于皇后在面前 只能给儿子道歉 这时营迹才肯跟着明月回家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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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比老娘还要钱呢 好了好了 你再哭 当美女来喂饭时 像我说了 不饿 谁说的 我都快饿死了 还是美女喂饭管用 两个人灰心一笑 张仪连忙将侍从赶出了门外 出去出去出去 都出去 伤了还这么大脾气 小心崩了伤口 公主说的是 面对美女 张仪吃饭都变得细脚慢咽了 这副享受的嘴脸 不知道的以为她是吕青猴 如此难咽 张仪直言我上火了 嗓子实在是疼啊 这个女人叫姬胡 是周天子的闺女 是张仪的救命恩人 张仪对姬胡是一见钟情 之后更是拜托姬胡的 结拜弟弟牵线搭桥 在魏染的帮助下 张仪有了机会 随着日子不断的深入 姬胡被张仪的才华折服 自此变成了张仪的小迷妹 几乎是个热情的女子 面对爱的人 袒露了心声 张仪 我随你来 不是为了秦国 秦国与我无关 是为你 为何如此啊 瞎了眼呗 张仪激动坏了 她直接握住了姬胡的手 脸盲要露血酒 补补身体 姬胡劝她小心身子 日后再说 怎料好事被营吉打扰了 相国大人万万不可啊 重伤在身 还是把身子养好了 再喝酒吧 断了张仪喝露血酒的雅兴 营吉连忙向姬胡公主赔罪 我跟相国大人说两句就走 姬胡公主幽怨地离开 张仪更是舍不得 眼巴巴地望着倒嘴的天鹅 相国大人 看我 看我呀 不舍得 这可是寒谷官哪 知道 要不 我请公主来伺候你 不舍得 其实营吉是来询问张仪 退燕军的进度如何 五国公秦 邦交在前 杀法在后 张仪在营寺面前立下军令状 让五国合纵破掉 于是先从燕国下手 昨夜张仪与姬胡 偷偷潜入燕军寻找太子 不料被直接俘获 小兵搜查姬胡贴身衣物时 放肆 女子 她是太子妃 不得冒犯 小兵还想继续搜身 姬胡没办法 只好给了小兵一个信物 此信物是太子送给姬平的定情信物 拿去给太子燕冥 不一会儿太子姬平便跑了出来 姬平参见公主 太子不必多礼 请 太子殿下 我乃燕国密室 燕国密室 骗人的 秦英来的 姬平一言不合就要砍他的头 姬胡看到张仪慌了 便开了口 请向张仪 张仪 于是两人就被奉为上宾 在姬胡的帮助下 张仪有了和姬平对话的机会 现在燕国境内没有了驻军 万一齐国来犯怎么办 姬平自信地回答 发亲前已经和齐国知会过了 齐国已经答应 怎么会侵犯燕国 张仪知道机会来了 燕王派太子率军发亲 却将公子智从齐国接了回去 且派了万人护送 一个远离王储之位的人 一个稚气的公子 齐国为何如此看重 秦相所言 是否属实 若有一句谎言 那我带搁在这 太子内心嘀咕了起来 经过一番挣扎 先生请自教 燕国退兵 秦国助太子上位 可是姬平却认为 秦国与燕国相隔万里 想左右燕国的王庭 简直是痴人说梦 更何况秦国马上忙了 如何再震慑齐国 张仪再用计谋 秦燕九世昏盟 何曾发生过战争 此时姬平有所顾虑 五国结盟此时退却 恐怕遭列国耻笑 张仪看出了他的顾虑 我有一计 可让太子安然退兵 盟军绝无非议 先生自教 正在此时 副将闯进营帐 阻止燕军撤退 张仪此刻趁热打铁 宁元副将胆敢在太子面前无礼 莫非是大王派进来监视太子的 你 副官眼看说不过张仪 立马拔出宝剑刺向了张仪 还好在姬胡的阻拦下 张仪只受了一点皮肉伤 在下与相国统生死 此刻两个人的感情迅速拉近 太子最后答应了退兵 临别之际 太子想和太子妃几乎叙旧情 张仪趁势假装昏倒 让太子没有得逞 张仪此行说服了燕国退兵 而面对魏楚赵齐的伐秦 秦国又将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这个我们下集接着再讲 喜欢太子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太子在此先行拜谢了